大家好,今天来教大家做一款花篮 首先花篮的话,我们是从底部开始做起的 准备好珠子,珠子的话我们用的是透明长六角珠 透明长六角珠,还有这个蓝色的 然后首先呢,我们来制作那个底 底部的话,我们首先穿 一 三,首先穿三颗珠子 鱼线的话,大家取多少米都行 我一般习惯性用五米左右,或者六米左右 然后中间不够的地方,我再接线就可以了 好,注意把这个珠子放在这一根鱼线的正中间 好,然后我们右线对折 拿一颗白色珠子穿进来 首先从这个,这个孔里面穿进来 好,谢谢大家看一下 现在形成一个结,我们把这个结拉到这颗珠子里头来 好,结拉到这颗珠子里头来之后 然后我们两个手,互相用力把它拉紧就可以了 注意,我们以后做的每一个这样打扣的时候 都要把这个扣,比如这个结,拉到这颗珠子里面来 好,下面我们就右线穿一颗 左线也穿一颗 然后再用一颗来打扣 这个方法的话,我们这一系列过程 我们也把它称作是倒线 也就是说,左线穿一颗珠,右线穿一颗珠 再用一颗珠来倒线 然后就是这样做的了 形成了两个,第一个形成了一个四连珠 也就是四连珠,也就是四颗珠子组成的花形 就叫四连珠,这样子 五颗珠子组成的花形就叫五连珠,这样子的说法 好,然后我们右线再穿一颗 左线穿一颗 然后再用一颗珠子倒线 好,我们就重复这个步骤 左线穿一颗,右线穿一颗 再用一颗珠子倒线 然后我们一共做十个四连珠就可以了 现在已经做了三个了 然后我们总共做十个 所以后面再做七个 我们当做到第六个的时候就停止 好,下面的话我就不再一一演示 大家可以自己做一下先 就这样,左线过一颗 好,左线穿一颗 右线穿一颗 再用一颗珠子来倒线 好,大家做到这一步 数一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一共九颗 就是侧面一共九颗的时候 然后我们开始做第十个的时候 注意 这里我们把左线穿两颗 或者我们先穿右线吧 把右线穿两颗 好,大家注意这里是拐弯的地方 所以大家一定要学会拐弯是怎么拐的 就是右线穿两颗 然后这样你看我们拐过来之后 再加一颗珠子 就用一颗珠子倒线 好,现在形成这个结 我们把这个结拉到白色珠子里头了 现在拐过来弯了 然后我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一共十颗珠子了 好,然后我们开始 这是做了一排嘛 然后我们再做一排 再做一排 一共一共做十排 也就是长和宽都是十 侧面都是十颗珠子这样子 好,然后我们开始 最开始起头的时候 大家看底下只有一颗珠子 所以我们上面再加三颗珠子 也就是穿两颗 用一颗珠子到线就行了 好,然后现在我们要想把这两排连接在一起 我们左线就必须过一颗珠子 好,过一颗珠子之后 然后我们右线穿一颗 再用一颗珠子到线 再用一颗珠子到线 好,然后左线再过一颗 然后大家就按这种 左线过一颗,右线穿一颗 用一颗刀线 把这一排都编完 再用一颗珠子 再用一颗珠子 然后再切一颗珠子 再装一颗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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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家看这里做的 这一排已经做最后一颗柱子了 我教一下大家最后一颗柱子怎么拐弯 左线过一颗 好然后现在我们把左线穿一颗 左线穿一颗然后用一颗柱子倒线 然后我们再拿哪一根柱子 拿哪一根线来倒都可以的 好看完了 然后我们把它反过来 反过来之后是不是又和那个 刚才我们做完第一排的时候样子一样 然后我们按照第二排的那个做法 再接着做第三排第四排 一共侧面大家数这个柱子 一二支线有两颗了 一共数十颗就可以了 一共做够十排就行了 这边一样一二三四七八九十 这边也十排 然后这个宽的话也是十排 然后下面大家自己做一下 这里我就不再一一的做了 这个视频的内存的话 它容量有限 好 好 大家看一下 我现在的话已经那个十排已经编完了 然后数一下我们 侧面的话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个 然后这边的话也是十个 然后一直长和宽 它是个正方形 长和宽一样的 好 然后我们现在停停在这个位置 我们就把这个朝着自己 好 下面我们来 就是说上面该往侧面边 侧面边的时候 我们依然是用这个四颗 四颗珠子的 也就是四连珠 我们右线先穿两颗 记住啊 开头的时候 当底下只有一颗珠子的时候 我们右线一定要穿两颗 然后再用一颗刀 这样的话才能形成四颗珠子 也就是说四连珠 然后左线过一颗 然后左线过一颗 又先穿一颗 然后用一颗刀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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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和那个底的做法是一样的 我们只用把这一圈都做完就可以了 然后用一颗珠子 会用一颗珠子 煮与肉 也就是一颗珠子 这一颗 煮子 都熟了 好 什么 非常熟 轧 软 软 中文字幕志愿者 西瓜 最高的放入冰箱 雪糕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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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一圈编完 大家看一下 每一个都是左线过一颗 然后右线穿一颗 用一颗竹子倒线 тут是否您就把菜也淋成核子 将鲜片叩起来 小 sammage 毕竹鲜桐 你温的染泡 这是怎么一只凍 因为它是 炒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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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个拐弯处的时候 大家不用管它是否拐弯 你还是就是左线过一颗 然后我们看到这里之后 然后侧过来 左线还是过一颗 右线穿一颗 然后这边一样 左线过一颗 右线穿一颗 一直把这一圈都编完 编到这个位置 编到这个位置之后 当大家编到这里之后 然后左线要过两颗 过这两颗 然后直接用一颗倒线 等一下到结尾的时候 我们再说 那就先 我就不一一说了 先把这里这一圈编完 好 大家看一下 现在我这一圈已经做完了 然后到这最后封口处呢 教大家一下 封口处很简单 这里是最后两颗珠子 我把它编了 好 然后到这个位置之后 大家看 我们从这里开头的 然后到这里结尾 结尾处的最后一颗珠子 我们过了这一颗 然后再把开头的 这个四连珠的 这个侧面珠子过了 凡是这种 这种做法的一些东西 像紫金盒什么的 它都是这样子做的 最后这一圈 最后都要过两颗珠子 除了这本来应该过的 这最后一颗 然后也要把侧面 侧面的这颗过了 过了之后 大家看 形成三颗珠子 三颗珠子 我们直接用一颗珠子 倒线就行了 好了 这样子的话 大家看一下 你做这个的时候 拉线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把那个线拉紧 看我做的一般 它会比较紧 不会说很软 有些人做的话 它没拉紧的话 它会软巴巴的 你看我这个 我单独拿这个一个角 它不会说塌下来 但是你如果说 拉得太松了的话 那个线到时候 你单独拿一个角 它这边立马就会这样弯起来了 所以说 大家注意 一定要把这个线 倒线的时候 一定把这个结 拉到这个珠子里面 并且两个手 用力把它拉紧 好 然后 这一圈编完之后 大家看 好像又回到了这个底的 这个最开始编这一圈的时候 我们再按照第一圈的方法 把第二天 第二圈也编了 就是说上面再编一层 一模一样的 白色的 又先穿两颗 再用一颗倒线 反正编果盘啊 纸巾盒啊 或者这种花篮 你需要比较实用的 里面要装东西的 大家一定要把这个线拉紧 这样的话 你编出来的东西 才会比较硬 比较硬的话 它就说装东西的话 才比较好 如果太软的话 装东西一拿 它就会塌下去了 好 这里左线 第一次的时候 首先要右线 穿两颗用一颗倒 然后左线过一颗 这时候就是右线穿一颗 用一颗倒了 然后我们按这同样的方法 把这第二圈 第二圈这样编完 后面这个前面 再慢慢用 饼 再将饼 然后第二圈 这样做 在帘補 然后上 这里下 一样的 像 好 没 像 今 。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现在大家看一下 这第二圈已经穿完了 穿完之后 我还是到这个风口处 好,到这里风口的这个地方 还是首先要过两颗 好,首先要过两颗 然后用一颗珠子倒线 大家看一下 第二圈已经变完了 第二圈变完之后 然后我们开始变第三圈 第三圈开头的话 第三圈我们要加个珠子 加蓝色的珠子 我们开头还是穿两颗 但是穿一颗白色 一颗蓝色 然后再用一颗白色来倒线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花篮 是蓝色的花篮 所以我们用 好 左线过一颗 右线就穿一颗蓝的 再用一颗白色倒线 左线过一颗 右线穿一颗蓝色 再用一颗白色倒线 好,这一圈的话 跟上面一圈一样 都是做四连珠 但是我们就把上面的这颗 换成蓝色了 所以其他的都一样 左线过一颗 右线穿一颗蓝色 再用一颗白色倒线 好,我们下面就自己 把这一圈做完 很简单 再用一圈裂 好 第三圈的话 这里基本上快变完了 把这最后两个变了 最后还是过两颗珠子 然后再用一颗倒线 没有蓝色的倒线 大家看一定要变结实了 我拿着它一点形都不会变的 好 然后我们看下面一圈的话 我们全部用蓝色的珠子 就不用白色的珠子了 下面一圈的话是五连珠的 我们之前做的都是四连珠 下面一圈我们做五连珠 也就是说右线穿两颗了 下面有一颗 右线穿三颗 现在的话就是四颗嘛 四颗的话 然后我们再拿一颗倒线 总共就是五颗 这样形成的就是五连珠 好 左线穿一颗 右线穿两颗 像下面现在有两颗嘛 然后我们再穿两颗 一共四颗 四颗再用一颗珠子倒 这样就是五颗了 左线过一颗 右线穿两颗 用一颗倒 这一圈都是按照这个口诀来做的 左线过一颗 右线穿两颗 右线穿两颗 用一颗倒 右线穿两颗 右线穿两颗 用一颗倒 好 这一圈的话就是这样做的 大家就把这一圈做一下 我这里也不一一说了 那我们做完这一圈再说 好 这样 左线过一颗 右线穿两颗 用一颗倒 最后做出来就是这样的 五连珠 好 我们再左线过一颗 右线穿两颗 用一颗倒 然后把这一圈做完 好 火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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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常溢 乳酪 手上 煮嘟 现在五连珠的这一圈已经编完了 可以看出来它这个形状是这样 上向像波浪一样的 所以大家不用怀疑自己是否编错了 它就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本来是四连珠 现在上面多了一颗珠子 肯定会这样的 好 然后我们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好 然后最后剩最后这两颗了 我先把它编完 编完之后 我们开始编下一圈 好 这里已经编完了 然后我们到最后还是过珠子的时候 你看我们把这一颗过了 这最后一颗过 然后把侧面的这一颗 也就是我们最开始编的时候 这个五连珠的侧面这一颗过了 好 然后我们又先再穿一颗 用一颗倒就行了 因为下面有三颗过了 因为下面有三颗过了 所以我们又先穿一颗 再用一颗倒 再用一颗倒 好 这样就行了 好 然后我们现在 编下面一个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 好 教大家如何来看这个 你看啊 把它这样 你先把它弄平 弄平之后大家发现 这两个五连珠 你看这个五连珠 还有这个五连珠 包括这个五连珠 它们中间都会共用 共用两个五连珠之间 共用一颗珠子 但共用的这一颗珠子 上面的这两颗 这一颗和这一颗 它是这样子 这颗珠子的方向是这样 这颗珠子的方向是这样 这样直接会形成一个角 看到这两颗没 这两颗会形成这么一个角 然后 直接再看 你看 这样一个角 然后这两颗又是这样一个这样子的角 好 再看下面这两颗 这两 这两个又会形成这样子的角 所以我们就是利用这两个 就这两颗珠子 然后形成这个角 然后来做一个圆 做一个圆的话是七颗珠子的 好 大家先看这里 我们线线 现在是在这里嘛 所以我们左线线过一颗 大家注意啊 千万不要过错线 你看 如果我现在不是左线过的话 我如果右线过的话 大家看 这个角是鼓起来了 看到没 它是这样子的 那不如这个是凹进去的 因为只有凹进去的 你看我们这样子 它才能形成一个圆 如果说它是这样 这一颗和这一颗 它鼓起来 我们再这样做圆的话 根本做不出来的圆 做出来会变形的 所以说大家一定注意 最后我们来编的时候 一定是底下的这两颗珠子 一定要是形成这种形状 所以我们左线过一颗 大家就根据我的 我编的那个步骤 然后对照我的一起来 找对位置就行了 两个五连珠之间 共用的这一颗珠子 上面的这两颗 好 然后我们 做完之后 我们右线穿 我们不用蓝色 右线穿 四颗白色 四颗白色 好 然后再用一颗白色倒线 大家看 最后形成就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左线过两颗 你看 我现在左线 中部